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当地时间3月18日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阿拉斯加举行 今天这张图刷屏 1901和2021都是新丑年 但中国已不是原来的中国 网友纷纷在评论区回复 我们不是以前的我们了 中美高层于3月18日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接连举行两场会晤 双方在会晤中猛烈交锋 在中美共同宣布确定取消午餐会晚餐会后 在一段会晤现场的视频中 王毅询问杨洁篪午饭吃了没 杨洁篪回答道 嗯 我吃的泡面 中美高官3月18日在阿拉斯加州展开首场面对面会谈 按照外交惯例 通常这种高级别会谈向记者开放的开场声明只有几分钟时间 并且不会当着记者面交代实质内容 不过据透露 此次开场声明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中国官方3月19日举行吹风会透露至 美方在先制开场白时严重超时 并对中国内外政策无理攻击指责挑起争端 按照原计划 此次开场致辞一共8分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各进行一分钟的讲话 然后再由翻译进行一分钟的翻译 不过据环球时报记者披露 布林肯和沙利文一共说了大概5分钟 开场就指责中国在香港新疆台湾等事务的表现 对此中国一强硬反击 杨洁篪做出17分钟回应 秉直指美方缺少外交礼节 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 我们认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 就这样原本几分钟的开场牌 双方你来我往持续了90多分钟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 就正在进行的中美会谈表示 中方是带着诚意应邀去进行战略对话 并做好了按双方事先商定的程式和安排 开展对话的准备 但美方开场白严重超时 并对中方内外政策无理攻击指责挑起争端 中美外交高层对话在开场白环节 双方出现激烈交锋 对此赵立坚回应称 这是由于美方不遵守约定 挑衅在先 导致开场白充满了火药味和戏剧色彩 他表示 这不是中方的初衷 赵立坚说 中方是带着诚意和建设性态度与会 中方代表团不仅感受到了阿拉斯加寒冷的天气 也感受到了美国主人的待客之道 这次开场白只是一道开胃菜 后面还有正餐才是重头戏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对于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活动 在一个答记者问中做了非常到位的点评 展现了中方的态度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如果有些人觉得中国费那么大功夫到冰天雪地的地方来 还要做核酸检测 然后不惜为此跑这么大老远的路到这儿来向美方让步 崔大使神情平和地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 我早就建议我北京的同事取消这次访问了 我们派出去的大使走的都是古典外交官精英那种路线 加上中国传统君子文化的结合 在任何情况下 氧气功夫十足 和颜悦色 喜怒不动于情都是非常和蔼的 大使这次真的非常生气 我们经常说做人要讲究 做大国也要讲究 讲究什么 外交礼仪 中美之间发生了一场礼仪之争 借助自媒体的力量 一下子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 关于是否超时的问题 双方在互制开场白的时候都超时了 但是美方在一开始致辞的时候就超时 作为东道主的确是不合礼仪 其次 现场记者的去留是另一个争议点 美方补充发言之后就让记者退场 那中方也要补充发言 记者当然应该在场 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 中美战略对华开场白脱膛了 各路记者可以享受一场 中美外交的饕贴大餐 在自媒体时代 外交已经现场直播了 美国作为东道国 在外交礼仪方面失去了代客之道 美方还指责中方哗众几宠 其实是布林肯 沙利文需要在媒体前表态和表演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共和党一直指责其对华态度软弱 为了表现出对华强硬和对等 布林肯沙利文要在发言时间上表现强硬 中方用一种非常淡定从容的态度 看待美国的这一系列表演和表现 我让你跳 我看你跳 跳了以后 我对你做研判 根据研判的结果 从容不迫地做出回应 有理有利有结 从外交过程和效果来说 职业外交官之间的磋商和谈判 还是要与新闻媒体保持适度的距离 毕竟外交不是综艺选秀节目 中方带着诚意来到寒冷的阿拉斯加 并不是配合美国表演所谓的实力地位的剧目 如同阿拉斯加的天气一样 寒冬已经过去 但是依然是冰天雪地 中美关系面临着一连串的挑战 一次对话会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只要足够坦诚理性 开启对话之旅 就算是成功了 但美方的风险是 第一 有可能没有办法谈成那么大的东西 第二 在谈判前期准备的过程中 在边上像苍蝇一样的家伙 在美国国内就去盯他 他会失不少小分 另一种算计 是把这个会谈当成摆设 纯粹是走过场 在前期贯彻向中国极限的强硬的竞争 就是比你特朗普做得好 看上去很热闹是有的 实际上是没有效果的 跑到日本韩国开条件 然后开完一次会之后就说 这几个人又站在我身边了 图加分 但加的都是小分 这些分得了 把中国得罪了 所以 安克雷奇这个原本双方交换认识的地方 就变成了 我把我的立场说一遍 你懂了没有 不懂 我再说一遍 懂了没有 不懂 再说一遍 说完了时间到了 人走了 原先中方对安克雷奇有没有设计 有 崔大使的话里面听得出来的 我们的底线就是所谓的低暗 带着诚意而来 想双方耐心细致地说明自己的真实想法 避免误判 然后收获对于对方更深入的理解 为今后的发展颠领一个基础 这是我们原先设计的低暗 至于高暗 我们有理由预期在一些合作性的领域 在安克雷奇和美方达成一些合作性的东西 比如说气候变化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外交部的人是很nice的 大家都是体面人 不跟你说穿 给你留几分面子 会谈最终会怎么样 基本上崔大使定调 没有过高期望 外交上这种理性的话语 你可以把过高两个字去掉 基本上就没有期望 中美关系本质上 从美方一侧来看 其实根本不是中美关系的问题 是美国国内结构性矛盾 外部的具象化和投射 美国基于一种特殊的心理认知 坚定地认为 可以通过搞中国的方式 回避和拖延国内问题的解决 用对中国施压替代解决国内问题 这是一种精神和心理 以及认知上的病态 伴随中方实力的整体性提升 美方能够对中国享有的 所谓这种战略性优势 或者这种影响 呈现显著的衰减趋势 后面美方能蹦跋的机会是有限的 时间也是很宝贵的 这次在安克雷奇 中美双方二加二高层官员会谈 理论上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来说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实践 中方是带着诚意和善意而去的 但这不代表美方就可以对中方 予取予求 总书记讲 中国开始平视这个世界 中国也很愿意平视美方 美方老是希望居高临下 觉得可以以止气势 像解决当初日本的一些问题那样 来对待中国 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认知 人微言轻 希望美方的官员 希望美方的外交人员 包括华盛顿税王身边那些 对中国问题有认识和理解的美方专家 早点从这种错误的认知当中清醒过来 给他提出正确的建议 让美国早点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去认识理解和处理中美关系 相信 良好的中美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将来对美国的重要性 会变得比对中国的重要性更高 毕竟现在即将面临进入这种 不可扭转的下降轨道风险的不是中国 而美国离这种风险地带还有多远 美方自己心里知道 这个时候继续死撑 自己给自己壮胆 胡言乱语 瞎打气 等待壮大运和偶然性 想再要复制1991年苏联解体 让美国白捡一个便宜的这种事情 是一种不正常的幻想 早点清醒过来 对大家都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